聪明 买了一张长90公分 宽50公分的纸张 刚好可以剪出n个正方形 它的面积大小可以不同 这个我们前面做的题目都是面积相同的 那么现在是说面积可以不同 请问n的最小值 这样子的题目大概只会出现一次 大家就做做看 这就跟最大公英数和最小公倍数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们来做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地方是90公分 这个地方是90公分 这个地方是50公分 那么我们在50公分的地方画一下 50公分的地方画一下 假设这是50公分 这是50公分 那么这里就有第一个正方形 这里是不是剩下40公分 这里是50公分 我在这个地方再画一下 我这里剩下10公分 这里是40公分 这里就有第二个正方形 这里是40公分 那么这里就一个10 那这里就剩下30 所以就画这样子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所以总共最少可以几个正方形呢 同学有六个正方形 这是比较特别的题目 大概你碰到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那我 Malaysia 我记得好 不是个人 是 我经厂的 我经历的 我接受 我会 我经历的 我经历的